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恐怖电影《魔化琴》 《魔化琴》是由黄泰来指导王祖贤梁朝伟主演 这个主演阵容可谓是相当的养眼 改篇讲述了一位漫画家 因为一次意外误打误撞把女鬼青青带到了阳间 由此引出了一段浪漫感人的人鬼格式琴的故事 好了废话少说 开始今天的解说 故事开始 阿诚是一个三流的漫画家 他虽然才华很异 可画出来的画却没有人欣赏 所以一直落魄至今 这天阿诚和编辑开车去漫画社 没想到刚走了不远 一幅画就突然贴到了挡风玻璃上 汽车在马路上开始横冲直撞 最后竟然一路开到了阴间 接着就撞上了城隍的迎亲队伍 又再次撞出了冥界 然后两人再一睁眼 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汽修厂 由于九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 所以阿诚和编辑都没有把刚才的事放在心上 两人离开汽修厂后 挂在挡风玻璃上的红筹 忽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抽进了车里 画面一转 漫画社的老板十分的刻薄 面对阿诚背进心血画出的漫画 他颇为嫌弃的说 这种小儿科根本就没有办法吸引读者 在老板走后 阿诚的女朋友带着一个男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当众表示男人是阿诚女友的新男友 这下阿诚被老板和前女友的连续打击 新娘的不能再凉 编辑为了安慰他 便请他去酒吧喝酒 与此同时 两个偷车贼捏手捏脚的来到了阿诚的车子前 幸好白天遇到的女鬼亲亲搞了一个恶作剧 让两个偷车贼只偷走了四个轮子 否则阿诚的损失就大了 之后亲亲在修理场结识了一个资深的鬼姑姑 两人交谈时 一群鬼突然跑出来收保护费 亲亲跑得及时没有遭到毒手 姑姑却被恶鬼老大按着头吃泥巴 善良的亲亲看不过去 于是就帮助姑姑赶走了几只恶鬼 不过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两人为了逃出来 决定搭阿诚的顺风车离开这里 大概是新装的四个轮子不太协调 猛的一刹车 竟然把亲亲和姑姑摔了下去 阿诚听到女孩子的残叫 连忙下车查看 接着他就看到了亲亲 可当他看见那张脸 却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而且亲亲也有同样的感觉 而姑姑是个老江湖了 看今天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动了心 于是再三警告亲亲一定不要动心 阿诚的邻居是个天师 他一见到阿诚 就说他硬堂发黑 是撞到了鬼 可阿诚根本不信 回到屋里没多久 他就听到了一阵警报声 然后阿诚寻声向楼下看去 只见亲亲推着他的车 高兴的向前跑去 阿诚赶紧去追 等来到车里 却发现亲亲已经不见了 难不成真的是见到了鬼 阿诚瞬间寒毛直立 等他回过神来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也越来越强烈 此时阿诚忽然想到了什么 接着他打开车前盖 拿出了自己创作的 倩女幽魂的画稿 发现里面的小倩 跟亲亲长得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手里的画稿突然说话了 阿诚被吓了一跳 头刻在车前盖上 昏死了过去 在迷迷糊糊之中 他来到了倩女幽魂的世界 在这里阿诚变成了宁采臣 亲亲则是美艳动人的小倩 等他醒来之后 突然发现 亲亲正躺在自己的怀里 而阿诚以为 他和亲亲已经发生了关系 为了负起责任 他只能暂时收留亲亲 而这个时候 阿诚还不知道 实际上亲亲并不是人类 到了晚上 阿诚在办公桌上画画 亲亲自己一个人有些无聊 便施展法术捉弄阿诚 而阿诚被吓得哭贴喊羊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家门 被冷风那么一吹 他也冷静了下来 觉得不能把房子让给女鬼 于是他又跑到了邻居的家里 拿了一堆的法器 倒是该有的装备他都有 回到屋子里后 阿诚亮出了桃木剑 挥舞了几下 接着又拿出了八卦镜 没想到八卦镜起了作用 阿诚见状再接再厉 拿出了一叠符咒扔下 亲亲在符咒中转了几圈 最终倒在了地上 看着一动不动的女鬼 阿诚顿时慌了 要知道他只是想把亲亲赶跑 没想要他的命 接着阿诚向他道歉 还说如果他醒来 阿诚一定不会赶走他了 话音刚落 亲亲就睁开了眼睛 虽然阿诚很后悔说这句话 但既然说出了口就不能反悔 所以亲亲就留在了阿诚的身边 就在这时 姑姑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让亲亲走 而亲亲不愿意离开阿诚 于是便使用了分身术 骗走了姑姑 不久阿诚的老板来了 他打着突击检查的名义 表示要在阿诚的家里住一晚 其实就是被老婆给赶出来了 想在这里蹭吃蹭喝 亲亲气不过 于是就附身了阿诚 帮他揍了这个无良老板一顿 这下气意识出了 可明天怎么跟老板交代 又成了问题 第二天 阿诚带着附身雨伞的亲亲 来到了公司 接着亲亲又把老板狠狠的揍了一顿 还控制老板宣布 阿诚成为公司的头号画家 而阿诚的漫画一经发售 就大受欢迎 亲亲是第一期就卖出了20万份 顺利的拿下了全港第一 与此同时 他和亲亲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但就在这时 隔壁的天师就提醒他 人和鬼此消彼长 阿诚的运气越好 亲亲就会越来越弱 这样下去 亲亲早晚会消失的 为了削弱自身的运势 留住亲亲 阿诚拒绝了老板分后的合约 老板还以为他要跳槽 还雇用了几个小混混 要去砍掉阿诚的右手 眼看阿诚小命难保 幸好亲亲及时赶到 这才解决了两个小混混 这时阿诚突然发现 亲亲的声音越来越小 身形也越来越担保 他急忙找到了隔壁的天师 给自己出个主意 天师告诉他 想要削弱运势 就要招惹煤气 于是阿诚决定到赌场赌钱 碰过赔钱 来把自己变成煤运 可不知怎么回事 排挤稀赖的阿诚 竟然在赌场中大杀四方 一会儿就赢了一桌子的钞票 而阿诚对亲亲的爱 打动了鼓鼓 给阿诚出了个主意 只要从命运时运差的女人 裤装底下钻过去就行了 而这个女人 冤在天边 尽在眼前 就是早年丧妇 中年丧子的姑姑 而阿诚为了跟亲亲在一起 毅然的从姑姑的裤装下 钻了过去 本以为事情从此就结束了 没想到姑姑这边 又出了事情 她从别的鬼那里听到 自己的儿子即将投胎 这次投的是只赖皮狗 为了让儿子做人 姑姑拿出了全身的家当 去贿赂鬼 但鬼却说 现在明币已经不管用了 前不久 陈皇丢了儿媳妇 所以在这方面 管得特别的严 如果她能找到 陈皇的儿媳妇 就有可能帮她的儿子改命 而姑姑此时 想起了初次 见亲亲时 她的装扮 立刻就开始怀疑 亲亲就是 陈皇爷的儿媳妇 在确定了真相后 姑姑立即将她交给了 那个鬼 看到儿子投胎转世后 姑姑终于满足了心愿 而另一边 阿诚发现亲亲失踪后 急忙找到天师帮忙 而天师却说 这件事只有她自己能办到 答案就在她画的漫画里 听到这话 阿诚急忙跑回家 翻出了漫画 只见智商画的 都是自己后来和亲亲的经理 阿诚彻底明白了过来 原来亲亲就是她创造出来的 怪不得两人第一次见面 就觉得对方很眼熟 这时姑姑的手 从漫画中伸了出来 阿诚来不及多想 跟着姑姑 闯进了漫画的世界 而姑姑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挡住了前来追赶的陈皇 留在了漫画当中 最终阿诚和亲亲 回到了现实世界 但姑姑却被陈皇吞了下去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男女主人公 对爱的守护让人感动 新奇的剧情也更加有趣 人鬼之间世界不同 但爱可以打破一切 这更体现了爱的可贵 姑姑为了自己的儿子能投胎 不得已出卖的朋友 而最后又自我牺牲 帮助他们在一起 也是两男之中的无奈 但漫画与鬼的世界混搅 让剧情不够严谨 但不妨碍主题的体现 算是一部中上等的佳作 喜欢的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